機械停車隔又發生了驚險墜落意外 南投鋪裡有一名78歲婦人 她在大樓地下室停完車 離開時疑似是因為燈光太過昏暗 讓她不小心摔落 2到3米深的空隙間動彈不得 而正面一摔 婦人的頭部受到輕微外傷還出血 幸好意識清楚 大白啊 大白一下喔 昏暗的地下停車場 婦人躺在單架上滿臉驚恐 救護人員在旁連連安撫 重人喊聲用力一拉將單架 慢慢吊掛上來 費勁一番功夫婦人終於脫困 家屬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虛弱的筆劃手勢被緊急送醫 怎麼也想不到只想停個車 竟發生驚險墜落意外 受傷這名78歲婦人 今日前往南投鋪裡探親 將車子停放一處大樓地下室後 因為電燈壞了事先昏暗 一彎虫竹摔落約2到3米深的 地下機械式停車位下無法自行脫困 動彈不得 婦人狀況意識是清楚的 就跌錯在地上這樣子 表示他左肋骨疼痛啦 那後腦槽有一處大概2公分的擦傷 找到一個至高的架設點 然後利用繩索投拉的技術 然後將患者順利的救出 鎖心鳳人意識清楚 警銷到場花了約15分鐘成功救人 鎖心送一號沒有生命危險 讓這場停車場危機順利解除 解釋這場燈壞報道